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认为销情不错反映楼市的情况 至于一年多以来最大新盘 长十日出康城Sea to Sky 上星期六即日卖出456货 二货数计是同区Grand Monterra 大约一年以来最多 在三项扶款办法当中 二建筑期最受欢迎 近七成三即是332货选用 有两成即是92货选职工 至限康城居民 成交期长30日的就只有32货 首轮几乎即日沽清 发展商计星期六之后 最新加推第四张价单 涉及143货 计上早前已经开价的单位 后目二推单位增加到951货 占全盘超过三分二 最新一批单位 面积478到1075尺 三房有80货占最多 两房有30货 截实773万9千元起 赤价介乎14800到18700多元 平均近17300元 虽然这张价单超过九成单位 都来自第三座 不过一座的14伙 都是高层的四房单位 其中两伙的截实售价 更加首次突破2000万 在暂时项目的新高 日出康城的新盘大收过万票 冬季庞大的购买力 拖累各区 特别是将军澳的二手楼市 交投有所回落 只有少量的向余客 回流去同区的二手屋苑 不过在东涌和元朗等的地区 继续都有些零星成交 如果放盘比较罕有 而且造价贴士的话 往往只要几个小时 轻轻移价就可以顺利沽出 承接力不错 大型全新盘开售凍结购买力 在过去的周末 十大屋苑交投普遍回落 以中原为例 只得15宗 按照减少近1成7 不过已经连续五星期 维持在双位数 只是日出康城 抢了500个客户 而且近期的二手业主 都旺了几个月 开始价钱足以迟失了 你需要差不多是新高价 即2020年的新高价 我相信市场是悶悶地涨 二手卖家要实力 因为二手卖家要比的首期比较多 因为辣椒还未放宽 二手应该维持于双位数字 日出康城新盘首轮卖楼 大收超过12000票 向遇客随积回流区内二手 即使单位开积大些 但是由于楼宁比较旧 赤价有折让 座价仍然低过1000万 领都二座中高层 一个实用面积714尺的单位 开积属于三房间隔 景观开扬 最新获得一个新盘向遇客 以945万入市承接 赤价13200多元 同屋院近期平均成交赤价 大概12500多元相比 单位的赤价高出超过半成 原业主组在2010年7月 以430万入市 账面大赚515万 升值超过1.1倍 至于在新界西的东涌 最新有移民当年的入主 专门回香港卖楼 只赞离场 由于同类放盘罕有 放盘只需大约两个小时 就获得区内买家承接 用来自住 海提湾半三座中层 一个实用面积508尺的单位 原先开价680万 最终只是减价2万元 即是不较百分之一 以678万沽出 赤价13300多元 代理说 区内缺乏同类的盘员 一放盘随即吸引新买家入市 原业主组在2003年 以142万一手买入单位 转手账面大赚536万 升值超过3.7倍 相比之下 元朗一个大型屋苑 三房的最新成交赤价 已经升到1万6千元水平 即使同属铁路完善 但就已经比日出康城和东涌 大幅高出大约2成1 Youho Midtown二座中层 实用面积606尺的单位 原先开价998万 最终减价20万 即是百分之二 以978万沽出 且价16100多元 代理说 单位属于三房开积 向南享有山景 放盘只4个钟就获得承接 原业主组在2010年 以453万买入单位 持货大约10年 账面赚525万 最新一季的卖地计划 两幅地加上只提供不够200伙 再一次反映私楼的土地供应有多短缺 由于缺乏大型的地皮供应 唯有继续砍石仔 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 就是继续改划合适的地皮起楼 政府最新在马鞍山密室岛四幅绿化地 不过当中有部分的选址 非常之近郊野公园 住宅用地不够 政府就持续密室新供应 规划处建议 将四幅在马鞍山的绿化地 改划发展公私营房屋 这个星期二就会交给区议会讨论 当中唯一发展私楼的地皮 位于马鞍山村路上段 面积超过2.7公顶 按3.6倍的地积比率 可以建1,040个私人单位 亦都提供安路院舍 不过去到实地看看 地皮位于香郊 旁边已经是郊野公园的烧烤墙 除了地势高 周围的环境亦都荒漠 基本设施并不多 周边似乎算是零配套 由下面开车上来 我相信起码都差不多 接近5分钟到7分钟的车程 所以如果你说将来 其实如果以步行下去 我相信是挺困难的 再加上如果我们投意 我们上来这条路 其实是一条单程行车路 而中间会有一些避车柱 可想而知 如果你说将来真的要加一些 例如是陆车车 去将这里的居民 带回到山下边的话 其实都不容易的 上班下班的一些繁忙时间 这里都会有一个倒流的情况 甚至是塞回去在郊公园里面 除了塞车问题 由于路面窄地势高 亦都会增加建筑成本 就算顺利完成改划 亦都可能影响发展商的投地兴趣 建筑成本上面 我都相信会是比较偏高的 如果你说一般来说 你说如果是港岛区的豪宅 例如是司徒拔道 因为它的卖价是比较高的 当然它用一个高的开发成本 建筑成本去考量去发展的项目 都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反过来 在这个环境里面 或这个地方里面 虽然这个地方很漂亮 但是事实上 你针对那班买家 可能都会是一些大众化的市民为主 尤其是起到成千伙 所以我们预计 这个楼面地价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 才会吸引到发展商去开手 做一个开方楼形式在这里开发 项目的总楼面超过100万呎 将桥座初步估计 每平方呎的楼面地价 低建2000元的水平 折合地皮总值大约是21亿 沿着马安山村路走下去 还有另一幅绿化地 准备起2700伙供应房屋 两幅地合计 增加的居民人口多达1万人 按人口的密度来说 当然我相信是非常之高的 再加上现有 它本身是在家里公园的边随地带 你河落到下面 都未必会立即会有配套 还要靠现有的屋邨 梁欣郎邨等等 锦泰等等 去提供一些商业配套 所以你说在民生上 现在暂时不是很理想 他又说唯一的解决办法 是在项目的底部 开作比较深的地基 兴建平台商场 还有阔阔路面 但同样也面对着成本效益的问题 无线电视辅广传报道 先后立即回来有点简铺 带大家去到宣水围 参观一间药房 疫情期间生意又没有受影响 现在又是否适合挡充呢 回来节目时间 迟早了近半年的疫情 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 不过有药房负责人就说 打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部份扎根在民生区的药房 更加希望趁着租金回落 进军一线的核心区 现在又是否合适的扩充时机呢 传统的房子 我相信这么多年的历史没有变过 就是服务纹身、博利多少 不同的产品有中约、西约 大致上来说 那个模式没有变过 产品是会更加多元化 时代变 顾客要求都不同 而且香港药房可以买的 总量是好很多 规范性不是那么大 这间位于天水围的药房 是集团几十间分店的其中之一 平均每个铺位面积 有800到1000尺 绝大部分都开设在民生区 在近期的疫症之下 他们属于少数生意 没有受影响的行业 不过负责人说 药房售卖产品越来越多 令到采购成本增加 传统药房这方面会有的 开业成本真的会高的 如果你能够针对在这个 可能采购、仓存系统、物流系统上 用点心思 其实这个可以减低 负责人又说 地区不同 对药房的需求都不一样 那些在边境区、游客区 其实他们一买一买 他们买的东西 其实他们知道的了 你不需要介绍的 第二个就是 我想在产品上 我们始终是服务社区 所以产品要多元化 和齐货 但是在那些地方 其实他们只买一些 当时热门的东西 就可能足够了 我们请的同事 一定有最基本的兑约品 产品的资讯 因为真的服务街坊 街坊问你某些东西 你不懂得回答是不行的 不过受疫情影响 消费力比较强的内地客 近期已经大幅减少 变成日本地客主导 但是爱于不少客人 都习惯在医院或者诊所配药 限制了生意的增长空间 如果你说真的赶药分家 药房我们还是要配合 我相信现在香港 药房的配合度未足够 你缺乏了这个版块的时候 其实很难做到医院分家 另一个就是对市民的 传统的观念和概念 在外国来说 医院分家区的制度 法律是很完善的 但香港还没有 传统的市民 也对医院分家是很陌生的 所以很难做到 负责人说 虽然集团在民生区 已经有几十间分店 但是与其他大型连锁店相比 定位上比较亲民 仍然能够保持一定优势 除了是便宜之外 其实药房有一个很大优势 change 都是没有的 就是那个亲和力 因为始终我们服务街坊 其实是很多街坊 不断来这买东西的时候 你会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 与市民之间的互动 那个亲和力那种感觉 因为药房做法 多数是服务街坊 他们会不断每日 可能在那星期见几次 而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互信的关系 加上近期的铺租下跌 负责人认为是时效扩展到其他地区 开药房的配套其实不是那么复杂的 最理想的800尺 当然你说600尺 1000尺都可以的 至于开什么点 我们做开 这么多年都是服务街坊社区 但是我们绝对认为 如果要将另一个公司做得更好 我们要尝试发展不同的地方 多些不同的位置都要尝试的 虽然早前市况暢旺的时候 药房可以说是开到成行成市 不过有商铺投资者说 药房的入行门栏比较高 要经营得好都不容易复制 开间药房的时候 你买的药主要是分三类型的药 首先第一类型的 就是一般的中成药 第二就是一定有注册的药剂丝 才可以买 但是不需要一个医生子的处方 第三类型的药 就需要医生子的处方才可以买的药 但是为什么药房是难入门呢 就是因为在这三类型的药里面 有很多灰色地带 究竟那个药剂丝在场的时候 是买哪一类型的药 哪一类型的药的时候 需要医生子买还是不买呢 很多时候行外的人进来 要摸索灰色地带非常之困难 所以真的要做得久了的时候才知道 普通一间药房 好像这一间的时候 八百尺一千尺的地方 首次进入那批货都在说三五百万 分分钟你再多些森容汉 就过千万的 李根兴又说 药房的承租能力不错 可以选相对一线的铺位 由于最近的社运 疫情都影响得很厉害 现在反而药房还可以撑得住 承租能力高到大概三百元 五百元左右都能够 每一尺能够背得住 说是旺区 但是比较街坊的地方的时候 可能八来二百元尺都能够背得住 但是选择的位置要搞清楚 药房有两类型药房 一是做一些街坊生意 是进来真的买来给自己吃 或者是家人吃的 那些是说服务 说价格的时候 不能计算得太高 就是长造长有 第二类型的药房 你看到一些比较核心区 或者可能是上水 一些比较多外来的自由行的时候 那些是银食的药房 买来它不是自己吃 而是来银食就是银钱 如果是银食的银店 说这个银钱 可能是5% 10%每买一件药 100元可能是5-10元以来 做一些街坊生意的时候 真的买来是自己吃的 那那个银钱的时候 可能每100元药的时候 就赚大约20% 这间银店有一个好 就叫做对正等口位 还有门面很难 就是多22尺面 以太子站附近为例 区内除了有住宅和商客 同时都有少量游客 这个银位最大卖点 是店面够阔 店租面积大约800尺 前身是餐厅 叫租6万5千元 特别的环境是可以的 因为附近始终对着马路 有人流 附近也有类似同类的零售商 也有住客 也有cover到游客 对环境外来因素是可以的 门面也够大 也够阔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多处 还有比较三千八角 如果你真的做的时候 在装修设计上就要花多心 商铺投资者认为 商铺对住行人过路处 是地点上的一大优势 对增加客流有很大帮助 纯粹看这间的店铺 其实位置不错 三大优势 一它很好就是对正一个灯口位 对正灯口位的店铺 因为人会停在前面 一停在前面 周围望就会进来买东西 否则走过 人家就十秒钟经过一间店铺 停在灯口位 就一两分钟望着这间店铺 一在灯口位面前的店铺 就马上贵一两成 二这间店铺门面很阔 22尺 小小呈一个三角形 做一个零售其实很适合 因为门面够阔 吸引到一人眼光 三这间店铺刚刚叫住宅区 和游客区的中间位 一边就是深水埗方向 有些住宅居民出入多 但向太子旺角方向 游客也会较多 所以两个消负力夹住中间 可惜一个地方 这里始终比较近一些警察的设施 最近因为社会比较不稳定 一些店铺近警察的设施 很多人租店铺都会担忧 不知何时有什么事件发生 又要拉闸 所以这里要租的话就要留意一下 不过李根兴提醒 由于铺位面积不算大 在这里开药房 买的产品都要有取舍 看看这间店铺 虽然门面阔 但不是很深的 所以如果真的做 就不能做一个中西药房 一旦是中 一旦是西 但是看回这里 旁边有幼稚园 有学校的时候 走回那条西药的路线 买一些家庭用品 摆设应该是怎样做法呢 因为门面阔 就可以多放家庭用品在门口 那些利潜不高的 分分钟是赤字造 但是吸引了人客进来 建立关系 可以买其他西药 中城药 这间店铺 建立斯道 这个大单边 这里有好有不好 广告效应就非常之大 因为难得有个 再转到湾仔看看 这间店铺 属于一线街道 享有大单边 建筑面积大约700尺 每个月叫租18万 市市正正 很多广告位 在外面 也有连锁店、街市 基本上有很多客源来这里 是很适合的 这边是广告区 价格定位上可能会高一点 专业服务上会高一点 因为始终广告区的人 这些商业地区 应求会高一点 如果说人流 这里一定会比较好一点 在装修上容易选择 而且大胜大很多 其实广告位 这是收入的来源 李根兴说 铺位选址非常理想 但是要留意日后的社会气氛 对租值带来的影响 高峰期的时候 这些铺位分分钟租值四、五十万 但因为最近社运事件 天尼斯道是一个重灾区 每次游行的时候 你就预计了一个星期 分分钟一两天不用做生意 所以现在租 由高峰期四、五十万 到现在下来十八万 说下两下 租金的时候分分钟十四、五万 能够租到下来 租到来这个位置 重点就是要能够签到一个长租约 如果业主纯粹签两年期 一加租就加上去三、四、五十万 那你就立即无法做 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广告位置 你就要计计数 开一间药房的时候 这么大的门面 对着天尼斯道50尺 对着菲林明道15尺 65尺的门面广告效应的时候 未来两年当下广告 但能够赚到钱 当然好事 但最忌计就是 社会一稳定下来的时候 会不会加租幅度很多 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今集先说到这里 除了药房 街市都是其中一个生意 比较受惠的地方 有本地菜单计划 托展市场 去到港岛和新界开分店 柬埔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 下星期记得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想委托我们找铺 都欢迎电邮给我们 今晚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拜拜